对于男人而言,情人和老婆有什么区别? 情人是用来排解寂寞的,是调味品 老婆是用来享受生活的,是必需品 情人可以藏话,老婆只有一个 因为情人是临时工,老婆是在编的 情人是小三,偷情的女人会把情人看得比老公重要 但是偷情的男人最信任的还是老婆 在男人心中,情人是外人,老婆才是自己的 即使对于出轨的男人来说,最爱的还是老婆 最关心的也是老婆 情人转正大多都是男人的谎言,遥遥无期限 或许这会让很多情人伤心 但是现实情况就是,情人无论多懂事,多漂亮 也不会和他过一生 老婆即使不美丽,不温柔,也会和他过一辈子 因为男人知道老婆是爱自己的,情人是爱钱的 做情人的女人对于男人会非常在意 但是男人往往不会在乎 情人觉得自己在谈爱情 男人觉得不过是寂寞的肉体交易 时间久了,男人会腻,女人会舍不得 有老婆的男人终究会离去 很多男人出轨并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只是为了尝尝鲜,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最终完够了还是要回来 有人说老婆是私家车,是让库藏开 但是心爱的宝贝绝对不能丢掉 情人是出租车,想坐就懒一辆 到地方就下车,绝不纠缠 所以一个男人即使出轨,也不意味着会和情人在一起 他不会轻易的离婚,因为他的心里还有家庭 玩一玩而已 所以读这篇文章的女人 如果你有一个要好的情人 请不要相信他给你的承诺 你转正的机会遥遥无期 不要相信他为你描述的未来 你觉得他会放弃自己的家庭娶你 其实是他还没完够哄你的把戏而已 如果他完够了就会抛弃你 感谢观看 关键